操作魔机AR智能图像以前,一定要确定以下几点。 第一点,我们的仪器是属于开机状态,开机之后我们的呼吸灯会亮。 第二点,确定我们USB线是连接我们的正确的一个USB端口。 第三点,确定我们的一个显示屏的右下方,它的一个Wi-Fi是连接成功的。 确定以上三点,我们才可启动软件。 打开魔机AI智能图像仪的软件,一定要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。 电脑的话,我们点击右键,平板我们长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。 切记,必须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。点击是进入软件。 然后进入到魔机AI智能图像仪的登录界面。 新账户的话,先点击快速注册。 依次填写姓名、手机号、验证码、密码,然后确认密码。 注册成功后,我们直接返回登录,点击登录即可。 登录成功后,会进入我们的一个导航主界面。 它有两个板块,一个是智能测幅板块,一个是智能测幅板块。 点击不同的光,可以切换光源,展现更好的视觉效果。 首先,我们先讲解的是智能测幅板块。 点击进入。 进入紫界面后,第一步,首先点击新件档案。 依次填写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手机号、推荐人。 带新号的是必填项目。 年龄一定要填写真实年龄,点击保存即可。 保存成功后,会直接进入这个界面。 第一步,我们先点击智能测幅。 第二步,我们点击连接相机。 一定要确保USB线插好。 检测仪是开机状态。 第三步,确认下巴放在下巴软头上, 以及额头放在额头的软头上。 点击拍照。 现在依次拍摄的是我们的白光、正片阵、负片阵、 幽微光、五式光、南光、中光、红光。 现在正在生成影像。 巴光谱影像生成后,我们点击上传分析。 这个时候,云计算正在进行一个计算, 大概需要20秒到30秒的时间。 上传成功后,直接会到达我们的表层这个界面。 在我们的数据检测中,一共有表层、生成、 问题肌肤、肌肤预测,以及综合报告。